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呢虽然这个我们还是在一个山山台风的大的低压带 这个山山台风跟台湾现在完全没有关系 它就往这个日本的九州那么前进 那么但是我们在这个大的低压带 理论上来讲好像因为天气不稳定对不对 没有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刚好呢 处于一个比较干燥的一个水汽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雨不多但是热很热 所以呢今天要特别的注意 各地呢都是酷热热的不得了 尤其大台北地区 那中央气象署呢发布了高温资讯 大台北彭地地区可能要注意的是37度以上的高温 那另外呢包括了不只是北北基 还有桃竹苗台中彰化台南高雄屏东宜兰花莲台东 都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所以除了极少数的比如说像是南投啦 那么之外哦 其实全台湾各地本岛地区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尤其是大台北彭地地区哦 要特别的注意 好各地的降雨几率都不高 只有20% 重点都是在温度 北部地区中央气象署预测的温度 就是27到37度 中部地区南部地区 白天的温度预估是26到35度 东部地区呢是26到34度 澎湖地区是27到32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中台南台东跟澎湖28度 高雄跟宜兰还有花莲是27度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这一天跌一天涨 其实反映的就是市场 现在呢对于不确定性因素呢 还有高度的观望 那今天晚应该是明天清晨啊 那么NVIDIA就会公布 它的上一季的财报 现在大家就在等着NVIDIA来揭晓 然后接着呢明天呢 在这个凌晨大概是七点之后 就六七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NVIDIA 公布完财报之后呢 盘后的期货盘是如何看待 NVIDIA财报对股价的影响 好所以市场现在呢 就是一种这种高度观望的气氛 好道中工艺指数呢 最后呢小涨了9.98点 收盘指数是41,250点 涨幅0.02% 好那略高于平盘之上 然后再创历史新高 本纳萨克呢是上涨了29点 收盘指数是17,754点 涨幅0.16% 标普白指数上涨了8.96点 收盘指数是5625.80点 涨幅0.16% 费城半导体 则上涨了56.29点 收盘指数是5153.63点 涨幅1.1% 那昨天呢表现还比较疲弱的NVIDIA 间临层的时候呢 则是上涨了1.46% 目前的位置点呢是128.30 当然是这个全美市值第二大的公司 那至于后续要如何的话 因为它现在也处于它的历史高点这附近 所以呢究竟呢 接下来要如何的来看待这个全球的市场 这也是很罕见的现象 就全世界都在等NVIDIA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纽约油期货价格呢 下跌了1.89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75.53美元 跌幅2.44% 而白布兰特原油呢 下跌了1.88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79.55美元 跌幅2.31% 这里面呢还是担心的是衰退的担忧 然后呢需求不足 所以油价呢 其实就一直在摆荡在低渊政治 造成供给减少 那么就油价上涨 那可是呢因为需求可能会不振 那么就造成油价下跌 就一直在这两种的摆荡当中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芝加哥黄豆期货呢 是上涨了0.59% 在贵金属的部分 观望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 下跌了2.30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2552.90美元 跌幅0.09% 就处于这个历史高档的部分呢 来整理 而白银的期货呢 那么则小跌了0.09% 铜的期货上涨了0.53% 而这个靶金的期货呢 小涨了0.14%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元指数的部分 白铛前一个交易日 美元指数呢 稍微的回升 但是呢 今天凌晨呢 美元指数呢又下跌 下跌0.3个百分点 来到100.53 当然美元对欧元对英镑 对日元都是贬值的 不过呢日元对美元呢 升值的幅度呢 稍微高一点点 升值了0.4% 来到143.91日元 对亿美元 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 欧洲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呢 也通通都 涨跌互建 都在等待 这个最新的讯息 英国金融18股价指数 上涨了17点 涨幅0.21%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下跌了24点 跌幅0.32% 而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上涨了64点 涨幅0.35%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 是美国的经济数据啊 昨天呢 美国公布6月份的 房价指数啊 这是他的这个民间的 标普跟凯斯席勒呢 一起这个合作啊 所推出来的标普 凯斯席勒全国房价指数 显示呢 6月的房价 如果经过了季节调整之后呢 月增0.2% 价格还在往上升 虽然没有像5月啊 月增0.3% 成长那么强劲 但是在创立是新高 年增率百分之 5.4% 那同样的也是呢 连续性的上涨 所以现在呢 美国的房价 还在涨不停 不停涨 这件事情啊 是很明确的 尤其是 因为现在眼见着就要 就要 就要这个降息了 所以呢 买方也在观望 可是卖方更在观望 因为呢 他们现在的房子呢 那么贷款 其实都是早期 低利率的时候的贷款 现在也不敢卖 那么要等到说呢 真的降到了一个 合理的水准的时候呢 这一些房子 才会拿出来卖 所以在房子供给 减少的情况之下 美国这一段 高利率的期间呢 房价却是涨不停的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国的经济评议会 Conference Board呢 公布他们最新对于 消费者信心的调查 哇 美国消费者的信心 是非常强劲 来到103.3 这是创下了六个月来的新高 这比预期的100.9要来的高很多 而且也比7月的101.9要来的高很多 所以美国现在消费者信心呢 是十足的 那对于未来的通膨呢 也相对偏乐观 那么认为未来一年通膨预期 可以降到4% 这是创了2020年3月以来的新低 但是对于未来预期 却是往下降 主要是就业市场的预期呢 变得相对悲观 就是消费者对于就业市场的看法 仍旧悲观 对于未来收入的乐观程度呢 也在往下降 所以这边有一点点不同调的地方 就是对于就业市场 其实出现了一些悲观情绪 对于收入也出现了一些 不是那么乐观的情绪 而这两件事情 对于未来的消费力道影响如何 其实值得观察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德国 德国昨天呢 公布了今年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 结果呢 是萎缩了0.1% 所以德国的经济状况不好 虽然上半年力图振作 但是呢第一季力图振作 但第二季呢又回到了衰退 主要呢是投资不振 消费也无力 投资呢是衰退了2.2% 消费呢也衰退了0.2% 虽然政府支出呢增加了1% 但是呢能够提供的这个成长力道呢 是非常有限的 好 另外呢这个在科技业呢 其实高度受到关注的是 祖克博这个点名说 拜登政府在2021年的时候呢 要求审查脸书的内容 当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疫情 可是呢也要求这个这个Meta呢 要审查减少对于 这个杭特拜登的相关的负面报道 所以呢他这个其实说 要随时准备好反击 这件事情啊对于拜登的形象 当然会产生影响 当然也凸显出来 社群媒体啊随时受到压力的情境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艾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呢提出警告 如果说呢现在的石油探勘呢 继续的减少的话 那么到2025年 2050年之前啊 2050年之前 可能会让全球的能源价格大涨 好 他提出的是月度报告啊 年度报告 那他提出的年度报告呢 预估到2050年之前 全球每一天的原油需求 还是超过一亿桶 那他提到呢说 虽然说呢电动车 就算全部通通都是电动车 但是汽油呢 其实只是能源提供的 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其实现在大多数的原油 是用于制造业 用于生产化学品 还有航空 这一些重型运输 所以电动车的影响其实有限 所以他们预估呢 到2050年之前全球的能源当中呢 67%还是传统的石化 包括石油天然气以及煤炭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如果减少炭刊 没有新的投资的话 那么每一年的产能 会减少15% 就会让这个原油市场当中呢 出现供不应求 导致价格大涨 所以他提出了他的警告 不过当然他是这个相关的业者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业界的消息 苹果呢 昨天呢的秋季发表会 邀请韩正式的亮相 是美国时间9月9号的上午10点 美西时间的9月9号上午10点 台北时间呢 是9月10号的凌晨1点 那这对于瓶盖股呢 相关的影响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好接着呢 再来看到的是 那么中国大陆呢 昨天公布7月份的 工业企业利润率 连续两个月呢 企业利润率增加 那么年增率4.1% 比6月的3.6% 要来的增加了0.5个百分点 好那这个企业利润率虽然增加 但是呢 那么金融 这个金融市场的表现就疲弱 消费人就疲弱 好另外我们看到昨天呢 比亚迪宣布 他旗下的方程豹 这一系列的新车 要跟华为的自驾系统 乾坤ADS 3.0 来一起合作 那么因为现在华为在 这个自驾系统当中呢 那么冲刺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呢 那么帮助了这一个 就是协助了 就一起合作呢 中国大陆的一些汽车品牌 转向智慧驾驶车 那最有名当然是赛利斯 那这后续呢会不会产生 这一个整个的 汽车行业的 再一次的典范转移 值得观察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 入港股的部分 入股昨天还是非常疲弱 但是港股反而是开机走高 商政综合指数呢 小跌了6点 跌幅0.24% 而深圳城市则是下跌了90点 刷盘指数8103.76点 似乎还看不到跌的尽头 跌了1.11% 但香港恒生指数呢 反而是上涨了74点 双盘指数是17872点 跌幅0.42% 好回到台北股市的部分 最近台北股市呢 受到前一个交易日 美国股市下跌的影响 开低 不过呢 最后收盘的时候 跌幅收敛 最后下跌了55点 双盘指数是22185点 跌幅0.25% 这里面呢台积电呢 它是下跌了8元 那么季线呢 得而复失 所以呢 现在集中市场呢 也是在季线之前呢 屡攻不破 不过呢 之前就已经站稳 在季线之上的OTC呢 昨天非常的强劲 上涨了2.72点 双盘指数是272.43点 涨幅1.01% 成交金额也萎缩到 1064亿元 两边呢 都出现了成交量萎缩的状况 那外资昨天在集中市场 卖超了128亿元 期货呢 继续增加空单 所以净空单呢 现在已经来到了 37,500口 那么所以呢 这个外资人就站在卖方 这件事情呢 值得关注 好 另外呢 要注意的是美超委 那么这个新登堡 新登堡呢 是国际上非常有名的 做空的集团 那而且呢 他的放空的 这个之前呢 他就提出 他的放空报告 那在前两年呢 最有名的是 他针对的是 印度的阿达尼集团 后来阿达尼集团 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最近呢 他又发布了 做空报告 指这个人工智慧的新从 美超委 那么存在着会计操作 还有没有披露的 关联方交易的证据 还有违反出口禁令 以及客户流失 流失等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所以呢 他呢 已经是做空美超委 这一点呢 使得美超委 昨天的股价呢 是下跌了2.64% 其实还算强劲哦 因为呢 通常来讲 这个新登堡发布 这种做空报告的时候呢 那么影响通常是 5到15个百分点的起跳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昨天呢 会市的部分呢 也贬值了1.13角 来到31.93 所以美元在亚洲货币强势 新台币也顺势的回变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昨天国发会呢 公布了7月份的景气灯号 6月份呢 好不容易出现了 亏为两年半的红灯 但是呢 昨天呢 公布的7月份呢 又降到了黄红灯 那么分数呢 降了三分 主要是出口 还有工业生产 但主要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台风 那么减少了 这个工业生产的时间 好 所以呢 如果说 这个台风 已经8月份 没有台风的情况之下 情况会不会好转呢 那么可以观察 所以可能一个月 还可能是台风的影响 先不必把它当成一个反转 另外呢 这个昨天中央大学呢 公布的8月份的消费者信息呢 连续4个月的上升 就会好重ね